吴胡会抛出的一国两区说 为政坛投下震撼弹 今天台联与亲民党团也表示反弹 有形政府是否向中共低头 虽然府方紧急对外说明成心 但是马总统的脸书 还是涌入许多批评的留言 吴胡会的一国两区说 台联亲民党团都反弹 强调这是国共之间的谈话 没经过台湾人民同意 有关吴伯雄在中国大陆的讲话 我们把它界定在 是这个谈话呢 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一个对话 那么很显然 这项的对话的内容本身 是没有经过在台湾内部讨论过的 如果要代表台湾人民的话 它必须要有一个 公开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机制 这是背离国民党的立场 国民党是主 它一官的立场是说 一宗各表 而一宗呢 他们是指中华民国 所以国民党在这里 应该对吴伯雄的言论 加以谴责 加以这个澄清 究竟一国两区说 是不是向中共低头 国民党团书记长徐耀昌回应 一国就是中华民国 所谓一国两区的概念 就是两个地区 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地区 第二个也就是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也就包括了台湾金 这个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的一个特殊的关系 党团的立场是非常坚定 就是中华民国就是唯一的这个一种 虽然辅方紧急灭火 强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立场未变 但总统马英九脸书上 还甚涌入许多批评的留言 有人问到底是中华民国总统 还是台湾地区的区长 一国两区说引发争议 对此吴伯雄随其幕僚表示 吴伯雄本人不会再回应 秦唐人亚特电视 复东刘自盈 晨真 台湾台报导